68岁的赵雅芝,罕见晒骨风造型,看看侠女形象下的她,整个人有多美吧? 就在最近的这几天,赵雅芝更新了一条动态,分享了一段最新的视频。 她在这一次的亮相中,罕见扮成一个侠女的形象,在视频中展现了一股侠客的风格。 她身穿一件白色的袍子,以及戴着一个侠客的帽子,还有披着一袭浅色的面纱。 她的这个形象,犹如一个活脱脱的女侠客一般,打算来一个仗剑走天涯,而让人意想纷纷的。 随后她的这条视频,在网络上分享出来后,纷纷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议。 有的人称赞到了,赵老师保养得真好,很喜欢她的作品。 而且,有的网友还表示了,她这造型真是太酷了,以后可以称她为侠女制。 甚至还有人调侃了,说到这位女侠,一起走江湖可好。 可见不少人的眼中,对于赵雅芝的这次亮相,纷纷羡慕太美了,并对于她的造型,感到了十分的满意。 并且还有网友留言到了,说她完全可以再扮一次白娘子,绝对是亿万人的期待。 然而许多人也是知道的,这位已经68岁的赵雅芝,如今基本很少拍戏了。 只是,好在这位赵雅芝,如今还能通过短视频的方式,经常与粉丝们见面。 她经常在短视频的平台上,分享一些日常的动态,或者分享一些特别的花絮,而与粉丝们保持了互动。 记得前几天的时候,她还分享了一段,与儿子打乒乓球的视频。 在视频中的她,虽说动作不是专业的,以及许多球都没有接到。 但对于粉丝们而言,她们关注的,却是赵雅芝那68岁的容貌,依旧保持得跟30岁的中年女性一般,还是那么的美艳和漂亮。 而且,在她的其他视频中,赵雅芝还与自己的儿子,经常拍摄一些搞笑的日常,用来分享到网络上。 当粉丝们看到那些视频后,也是纷纷在留言区中羡慕着,并称赞她的心态真好,能在差不多70岁的年龄下,依旧活出了少女的心态来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这样的一位赵雅芝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? 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,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